各位鄉親大家好 侯市長談女力 她已經輸在起跑點 我邀請蕭美琴來搭檔參選 除了借重她的專業 也是對女性的尊重 三組裡面就只有侯兆沛 在女力方面是零 侯市長批評我的市政 他可能沒有注意到 我在台南市市長任內 滿意度一直都是全國第一名 我的市政表現比兩位 其他的市長要來得好 我市長可能也沒有看到 剛合併之後的台南或是南部 跟雙北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當初又和照顧 我們是先走准公共化 還有跟保姆合作 才有辦法一時之間 照顧需要照顧的家庭 那麼至於居住的方面 我們先推動直接補貼 租金直接補貼 然後在我的任內來規劃 現在黃偉哲市長 也已經要把它蓋起來了 這一些都是逐步的推動當中 那我也很高興看到兩位 在這個公開的場合上面 談論核能 我再次強調 剛剛我已經有提到過 2050非核家園 並不是蔡英文強力的 把可以運轉的核電把它終止 而是因為法律的規定 最後一個基礎就是核三場的第二號基礎 必須要在2025年 其中停止運轉 這是法律規定 那還好蔡英文總統 因應局勢 推動綠能產業的發展 否則的話 我們今天會更慘 我想要請教兩位市長 你們在當市長的時候都說 如果核電沒有安全 就沒有核電 核廢料沒有去處 就沒有核電 你現在選總統的時候 態度完全改變 你們當初所講的這些條件 都已經改變了嗎 另外也要跟社會大眾說明清楚 COP28 所謂談到2050核電要三倍 這並不是大會的共識 是有人提出這樣一個主張 但不是大會的共識 大會的共識是要 再生能源要增加兩倍 用電效率要增加一倍 這個才是大會的共識 我們一定要跟社會大眾清楚說明 你們今天不是只有 要合一 合二 合三 要演繹 你們不約而同都 核四通通都要重啟 公民投票已經通過了 你們今天在這個場合上 說還要再衝擊核四 那你把那個公民投票的法律效率 置放於核地 這個必須要跟社會大眾說明 我當初之所以說 沒有把新興的核能科技算在內 是因為我的任期兩任也才八年 新興的核能技術什麼時候可以成熟問世 這個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說我們必須要考量到我的任期只有八年 並不是說我的能源政策的規劃只限於八年 我也希望柯市長 柯主席不要誤會 接下來的時間我想要來談談 國民黨 國民投戰役 八號三炮戰役 還有一江山大城島的戰役 曾經守護過中華民國 也守護過台灣 但是後來堅國先生知道 反攻無望也因此推出了十大建設 禁用大量的台籍人士並說出 他在台灣居住了四十幾年 他當然是台灣人 雖然他來自大陸也是中國人 換句話說 他是走落地生根這一條路 放棄了落葉歸根 我們再看看現在國民黨 以馬英九 趙少康 韓國瑜 朱立倫為首的國民黨 不思如何落實蔣經國先生的路線 卻反其道而行 第一點 不但不反共 而且親共 第二 嘴巴說要守護中華民國 但是一方面反對軍購案 背隔國防自主 第二方面在政治上又接受九二共識 完全無視於習近平在去年二十大 中共二十大會上已經再次定調 所謂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一國兩制 完全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的空間 第三個在經濟上 還要重啟福茂耶 準備開放大量的忠生來台耶 將經濟要再度的鎖進中國 完全不理會台灣社會會遭受多大的衝擊 經國先生說 沒有台灣問題啦 只有中國問題啦 但每一次 中國對台灣進行威脅的時候 馬英九為首的這些國民黨人 都不斷地批判政府 批判台灣挑釁中國 我要讓全國的民眾來品品理 國民黨對得起經國先生嗎 對得起生養他們這一塊土地嗎 對得起廣大的台灣人民嗎 國民黨帶給台灣社會的第二大禍害 就是國民黨黑金體質不改 傷害民主價值 影響社會安定 國民黨的黑金體質 在2000年下野之後 完全沒有改變 他們仍然警報新店的羅家 台中的原家 雲林的張家 還有花蓮的富家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部分區名單裡面 不是正二代 就是地方勢力的代表 國民黨所提名的區域的立委候選人 衝刺著 有性騷擾被判刑確定 有被控竊贊國土 有被控煞領健保會 還有炒股入議 這些人 就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仍然緊抱著牛鬼蛇神 黑金的體質完全沒有改變 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把國家交給他們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國民黨帶給他們社會的第三大貨 還是國民黨未取的政權不择手段 第一個手法就是匯選 過去國民黨國庫通黨庫 國庫通私庫 官商勾結 抹起不當利益 再來進行匯選 鞏固政權 現在 國民黨被司法單位 判刑匯選 確定在案了 比比皆是 錢從哪裡來 有人說 錢從中國來 希望司法單位 也能夠查一查 第二個手法是 用扭曲 造謠 抹黑攻擊的方式 來想要贏的選舉 這個可以從 林北好游 結合國民黨的黨工 許澤濱 可以看得出來 由這件事情 也看得出來 國民黨 黨軍是仰在 網軍是仰在中央黨部 創造假消息 扭曲事實 攻擊對手 攻擊政府 這個就是國民黨的 第二個手法 第三個手法是 挾中國外力以致重 台灣每一次大選 中國一定介入 希望能夠扶植 親中的政權 因為用買的 用騙的 比用搶的容易 這一次更加的嚴重 無論是用戰爭 與和平的大外宣 或是趙少康 說我是和平的恐怖分子 貼我戰爭的標籤 或者是利用 EGFA 以傷逼政 通通都是在 國民黨運用的手段 無非是用 想要取得 政權 侯市長 應該跟國人說明一下 國民黨的副主席 夏立言出訪中國 為什麼隔天 中國就 商務部就公布 對商務的調查 然後對EGFA 就採取行動 有沒有 理應外合 國民黨 有沒有借用 中國的力量 來取得這個政權 侯市長像一個局外人 政治他是一個門外漢 他所提出來的政策 或者措施他的論述 通通都是 馬英九為首 這些人的主張 所以支持 侯友宜 等於支持 馬英九等等這些人 侯友宜當選 等於一中勢力 互辟 等於黑金王朝 班師回朝 對台灣 對國家的發展 絕對不利 因此我希望全國父老鄉親 能夠支持台灣 長期以來跟大家一起打拼的民主進步堂 過去我們共同為民主打拼 未來我們共同為和平奮鬥 讓台灣更安全 經濟更發展 人民安居樂業